大家好,我是台湾大学物理治疗学系黄振雅 这次的课程题目是 巴金森市政个案之运动治疗设计策略 这是一个50分钟的课程 在课程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介绍不同hold in your stage 巴金森患者的运动治疗目标 第二是介绍巴金森患者亦有的动作症状 主要我们会着重在步态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则是介绍平衡与步态的评估与训练 尤其会针对巴金森患者亦有的动宁步态 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希望藉由这样的课程 可以帮助大家在临床治疗巴金森患者的时候 更容易选择合适的运动治疗项目